朱立伦一行预定周六上午出发 前往上海参加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又称为国共论坛 周日下午飞往北京 周一上午会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是这趟访路行程的重头戏 明天到上海参加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以及5月4号跟习近平总书记的会面 朱立伦周五晚间举行行前新闻发布会 他强调从接任党主席之初 就决定两岸经贸论坛继续举办 也依照惯例由主席亲自率团参加 对于在野党批评国民党 以国共关系架空两岸关系 朱立伦反驳说道 国共关系当然不是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也不是国共关系 但是国共关系是很重要的 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往来 台湾可以有国共关系 当然也可以有民共关系 只是我们也要很好奇地问 为什么缺了那一块 朱立伦也强调 两岸关系必须从历史中向前走 两岸的交往经过了几十年 我相信大家都参与很多 也了解很多 最重要的 我们都是希望为台湾好 为下一代好 在台湾的每一位民众 我们都关心自己的未来 那我从政的初衷 也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比这一代更好 其实两岸之间 很多的历史情仇纠葛在上一个世纪 走到今天 尤其是面对下一代 我们都希望和平 都希望未来能够共创双赢 朱立伦同时宣示 本届国共论坛将把主题 放在三中一清的议题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这次很务实的 针对三中一清的问题 针对于过去 我们两岸交流 和平红利 或者交流成果 大家有一些疑虑 或分配不均的问题 而其我们青年人 希望未来能够从两岸交流当中 获得更多的鼓励跟支持等等 这些议题 我们都很务实的来面对 朱立伦所称的三中一清 指的是中小企业 重地阶层 中南部 以及青年世代 一般认定 这四个族群 是台湾内部 对于北京政权较为疏远 反感较深的群体或阶层 除了参加论坛 以及与中共党政领导人会面 朱立伦此行 还将走访上海复旦大学 及北京大学 据了解 朱立伦将在复旦大学 发表一场演讲 听众包括上海地区学校的大学生 以及在复旦就读的台生 至于北京大学的行程 朱立伦说 他二十年前 曾经在北大担任客座教授 这次重回北大 将以叙旧 会见老同事 及曾经教导过的同学为主 是趟温馨轻松的行程 自由亚洲电台李同 台北报道